行政掌官梁振英的幼女梁仲恩 上个月上机前留下了手提行李 有报道说梁振英和太太涉嫌向地勤施压 违规将行李送给准备登机的女儿 而行政掌官就发表声明 承认曾经用过女儿的电话 和航空公司的职员了解情况 但就没有使用特权 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叫她做梁特首 王远 请报道 报道引述一份国泰航空的文件 指上个月27日深夜 梁振英妻女梁仲恩 准备搭凌晨12点半国泰航班 前往美国三藩市 梁仲恩在起飞前半个钟抵达机舱 向国泰职员提出安检的时候 不小心留了一个黑色的行李袋 梁仲恩向国泰职员说 过安检之后已经即时发现留下了行李 但机场保安拒绝被他拿回 期间争拗了20分钟 机场保安要求他向机组人员求助 梁仲恩表示不想再浪费时间 扮你出入境手组 一定要登机 要求国泰职员为他拿回行李 国泰职员在安检柜位 找到梁仲恩描述的行李 而前往送机的梁太唐清姨 5分钟后也到场 确认行李是梁仲恩的 国泰职员在报告说 已经尽力向梁太解释 由于机管局职员不在场 未能即时代位拿回 等了4分钟 机场保安公司有职员到场 梁太重申要将这件行李交给女儿 经过确认之后 保安公司将行李交给梁太 而梁太就投诉 没人帮他将行李送到闸口 最终国泰职员得到机场保安批准 将行李送到登机闸口 而在航机起飞前7分钟 职员将行李交给梁仲恩 并给他登机 文件指机场保安的职员 有尽力向梁太解释程序 也有作出道歉 但梁太说不同意 而梁太离开之前 有向国泰职员说多谢 报导又指 期间梁仲恩曾打给梁振英 并将电话交给地勤职员 梁振英在电话中要求职员 叫我梁特首 行政长官发表声明指 梁仲恩并没有就位留行李一事 向行政长官求救 行政长官当晚按习惯 打电话给仲恩道别的时候 才知道事件 在整件事中 行政长官和机管局人员 并没有任何接触 更没有所谓施压 但行政长官曾用梁仲恩的手机 向协助他的航空公司职员了解 如果先行李说 日后如何认领行李 声明又说 行政长官没有要求任何人 称呼他是梁特首 亦没有使用任何特权 NOW TV记者黄婉晴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